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QH5N 我是貼HQ 今天介紹紐西蘭的國鳥 奇異鳥 之中體型最小的一種 小般奇異鳥 先大略介紹一下奇異鳥 屬於無翼鳥墓 無翼鳥科 無翼鳥鼠 是骨二種墓中體型最小的五種 為什麼牠們的翅膀都不見了呢 因為牠們棄棋的紐西蘭地區沒有牠們的天敵 根本用不上翅膀 翅膀已經高度退化到看不見 一共有五種 分別為大奇異鳥 大班奇異鳥 小班奇異鳥 奧卡里托核奇異鳥 以及北島核奇異鳥 其中小班奇異鳥是體型最小的一種 成年體全長35-45公分 沒有尾巴 雄性體重880-1360克 雌性1000-1950克 雌性為了產卵 所以體型較大 羽毛為灰色並且身上帶有白色的斑點 有個長長的鳥會 用來捕食土壤中的昆蟲 牠們是雜屍性的動物 主要以昆蟲的幼蟲為食 不過偶爾也會吃些水果 牠們是夜行性動物 都是到了晚上才出來覓食 牠們的視力很差 主要是仰賴著敏銳的嗅覺來尋找食物 牠們是終身的一夫一妻制 夫妻會共同防衛自己的領地 除非配偶死亡 否則不會更換伴侶 並且有觀測到配偶死亡後 依然維持單身直到終老的案例 繁殖季節主要集中在每年的9-10月間 不過也有觀測到其他的繁殖時間 在繁殖開始前的約兩個月 夫妻會在自己的領地中尋找適合的地方 有可能自行挖洞或是選擇天然的樹洞 並且在洞中鋪上樹枝與枯葉做成鳥巢 每次繁殖產下1-2個蛋 感到多數為1個蛋 除非第一個蛋孵化失敗 否則不會有第二個蛋 牠們的蛋 就體型的比例來說 是所有鳥類中最大的鳥蛋 可以達到雌性自身體重的約1 4分之1 雌性產下蛋後 由雄性單獨負責孵化 由於雌性的體型較大 負責守衛巢穴以及外出秘食 因為蛋很大 需要很長的孵化時間 需要63-76天才會孵出幼鳥 不過也因為蛋很大 幼鳥發育的非常完全 孵育後完全不用雙親餵養 在5-7天大時 就可以開始離開巢穴秘食 在巢中的時間也很短 只會在父母的巢中停留約20-60天 之後會在父母的領地中停留一陣子 約在1歲前 就會離開父母的領地 出發尋找自己的領地以及配偶 開始獨立生活 一般來說 約在2歲時性成熟 並找到配偶 不過也是有記錄到20歲才找到配偶的晚婚 牠們的野外平均壽命為45歲 對 你沒聽錯 45歲 最高壽命可達到83歲 不過比起牠們的表情 阿卡里托荷奇異鳥來說 這還不算長壽 阿卡里托荷奇異鳥最高的壽命 可以達到100歲 牠們的原始西西地為紐西蘭的南島與北島 原本的數量也不少 但是受到外來種的迫害 以及人類的大量獵捕 在1800年代幾乎被滅絕 在1980年 本島上剩下的只有約1000隻純粘體 被列為禁為物種 不幸中的大幸 在紐西蘭北島的南部 有個與世隔絕的小島 卡培地島 那裡的生態沒有受到人微破壞以及外來種入侵 在島上的族群數量依然很穩定地維持約1200隻 紐西蘭政府已經將卡培地島列為國家保護區 禁止一切開發以及外來種登島 並且開始了富裕計劃 選了另外5個沒有受到外來種入侵的小島 將健康的小番奇異鳥放到島上發展 目前的族群數量正在穩定的上升中 2015年時 統計的數量約為1800隻 預計到了2030年時 族群數量可以上升到超過2800隻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請幫我按個喜歡吧 也請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有什麼想聽的主題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拜拜 我們再次見到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